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翻GandamStyle 她現在有帶舞了嗎 有 她背後是舞群耶 你憑什麼 憑請舞群 這是… 妳有… 妳有研發行走嗎 要去哪裡 有…我很多行走 所以今天辦的是 泰迪羅賓啦 泰迪羅賓style啦 羅賓style 為什麼會有那麼複雜的演出 是用泰迪羅賓的身分跳 現在最紅的是嗎 是啦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塞啦 我剛剛一人分屍多角啦 有這個在電梯裡面的這個啦 那個借來的衣服弄髒耶 這個不是重點啦 當然是我們表演內容啦 你是聽說那個道具服弄髒 要賠15萬嗎 沒有那麼多啦 我一集也沒賺那麼多啦 妳比較不高興 如果有四個漂亮妹妹 幫妳辦我 榮幸啦 妳要不要真的讓他們四個人 陪妳一起跳那一段 可以啦 他們會耶 你們會嗎 可以… 那就一起來囉 陪她一下喔 真的會嗎 她畫面好看很多耶 好感人喔 好啦…謝謝你們 不好意思啦 讓你們第一次 我陪她跳是不是 還要扶妳起來 沒有關係啦 我很強壯啦 沒事... 妳開始享受大哥的待遇了耶 怎麼那褲子也張了耶 應該要賠30萬 我們為什麼 從來而不在乎她的表演 那就討論她夢中音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 很多網路紅人 然後他們比妳爭氣的地方 是他們是無中生有 不是像妳就是 靠在一個節目裡面 被人家看到 是... 那這次他們會 我會有傷到妳嗎 沒有... 妳看不出來了... 多謝兩位了 笑容消失 沒有啦 對不起 然後有些... 有些人是很會寫文章 可是陳漢典也不識字啊 什麼啦 我起碼會聽啦 我真的懂了喔 我們今天邀請了新出現的網路紅人 然後還有一些是大家熟悉的 歡迎各位你們 謝謝 謝謝 我們認識的是邱宇辰小朋友 好 邱宇辰以模仿蔡林舞蹈 而在網路上爆紅 前年在演模仿西洋歌手克里斯汀 引起國外網路論壇 及國外媒體的關注 近期蔡林推出新專輯大於出家 而邱宇辰的鬥氣模仿 再度在網路上 引起熱烈的迴響 她以前已經來過康熙了 對 已經兩年沒有來 兩年沒有來了嗎 因為兩年之內完全沒變耶 這是稱讚年長的人才用的話吧 你有掌膏嗎 掌膏有 所以這兩年來 妳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啊 就是很繁忙的表演嗎 就是有去拍戲啊 然後上國標舞畫畫 國標舞 對 學國標舞 那就學了一個月多而已 我們店裡有一位來賓 是以某人的朋友的身分出現的 可是那個朋友 因為自己嘴巴就很鬆 很容易講出很多不該講的話來 所以這個人 會不會講出更多她的事情 我覺得她的名字 都已經取成這樣了 代表她應該是非常愛 聊一些有話不話的事情 很放得開 對 她是吳清風的朋友 港媽妳好 這個錯啊 大家好 早期港媽上菜活躍於網路中 更已改編鳳飛飛夏宴MV 瞬間爆紅 網路的臉距離 早已破了三十幾萬人的時候 吃梨下雨蘇朗玉的主創清風 更是無話不談的好友 你是吳清風的朋友 對啊 所以你是以這個身分 在江湖上行走嗎 就是清風的朋友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可是港媽... 可是港媽這個媽也是她取的 還好她現在就廣州了 你們兩個是朋友多久 兩 三年了 才兩 三年 新認識的朋友 算...可是這還滿熟的啊 就差不多三年多的時間 平常會做些什麼休閒活動 平常都約吃飯而已啊 她那麼忙 港媽今天會拿出一些真粉粒來 所以應該不能夠 用吳清風的朋友這個身分來誣蔑她 她應該還有別的能力才對 以批評蔡依林造型為主的這位 常常在頒獎典禮之後 被報紙邀請出來 專門評鑑各大明星 包括小姐妳在內的 紅地毯的表現 我好像沒有看到她寫我壞話耶 可是好像也沒有寫妳好話吧 吳士雲妳根本批評妳更過分啊 這件事我還滿記在心裡的 那我們現在有請她離開嗎 可以啊 麻煩請走 她就是知名網路作家個人意見 時尚敏銳度極高的陳其勳 以批評明星出席頒獎典禮的 時尚不會走紅 最常批評明星為蔡依林還有蕭雅璇 被網友分為獨捨作家 妳是個人意見 對 大家好 妳現在以本名出現了 其實我一直都是出書都是用本名 只是... 所以我手上這本書叫做個人意見 然後作者是寫妳真實的名字 對 陳其勢 可是妳寫了那麼多明星的壞話 妳怎麼敢以本人世人 為什麼不行 因為這樣明星就會知道妳是誰 就會明目張膽的恨妳啊 我不會在路上遇到明星啊 妳身為時尚圈 沒有 我沒有覺得我身在時尚圈耶 可是妳每次被要求批評明星們的 表現的時候 大家是把妳當時尚專家對待的 對 可是妳一開始就是寫時尚的嗎 就因為我對時尚有興趣 應該講說我沒有把自己當時尚圈 就好像蔡依林在打扮的時候 也沒有想說我要打扮成鳥類或海產 這樣子 只是... 只是大家對妳的那個接受度 會比較好 是 可是會不會 蔡依林在打扮的時候 真的是想當海...那個 好想都被鎖走 這個出發點不錯啊 妳是要追究一下 她為什麼傳來無視於妳的存在嗎 有 我有...每次都有 說什麼呢 因為...S姐每次都不會做很誇張的打扮 她會做表達自己身材優點的打扮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好說的這樣 是說我太無聊嗎 沒有 是說妳太晚了 妳可以嗎 是說我不夠大膽吧 是 如果妳可以大膽一點的話 我會很開心 妳為什麼不打扮成海產 還是說我穿一件正統的禮服 然後在那邊撿兩個洞 好的 忽然飛彈嗎 因為如果他們團 因為是新團體 一直拜託妳狠狠地罵他們的話 說不定就會比較多人 更加地注意他們了 現在已經很多人罵我們了 真的嗎 很厲害 由四位外型靚麗的女孩 所組成的摩電女孩 牽涉的歌詞 搭配上超獨特的舞蹈 充滿台衛製作的MV 在網路上造成一股風潮 並在10天之內 網路MV的點擊率 突破了50萬人資 對啊 可是他們手上拿著專輯 是妳們已經出專輯了嗎 對… 1P 這麼厲害 謝謝 恭喜 有點髒 為什麼 為什麼有點髒 筆是選錯了吧 買成水性的 因為那個筆是水性的 然後一直沒有乾 然後又磨到 所以就還滿髒的 妳們的正式團名是摩電女孩 對 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們是摩摩Dance 摩電女孩 所以被罵是罵什麼內容 她們自我介紹說 陳其勳又翻白眼 她們自我介紹有什麼好翻白眼 沒有... 我是以一種讚嘆性在翻 因為我每次看到有人 可以一口同聲的說出一句話 我都覺得很厲害 妳是不是受不了團體 要一起朗讀出自己的名字 對... 那妳一上台也要說 我是個人意見嗎 可是沒有兩個人跟我一起講 妳可以跟小洪約好啊 對 我也是這樣想 為什麼還要委屈自己 所以我是個人意見 所以妳覺得 剛才那個很勇敢就對了 就是應該有練習過很多次吧 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一個雙人組耶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 會不會一口同聲在... 誰 妳們是誰 我是阿士奇 她是... 阿布 她們是自然風格 對 西門町專屬的街頭藝人 以饒舌搭配Boss的創新表演 成為時下年輕人所崇拜的 街頭五香 近期更活躍於各大展場活動 還有校園活動中 你有在夜市賣過吃的嗎 沒有... 你可以賣香腸或雞排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啊 你一直都是嘻哈界的人 一半一半啊 你本來是做什麼的 我現在還是學生 OK 對 然後哈士奇呢 已經畢業了 畢業了 有上過我們節目嗎 沒有 第一次 所以你們在網路是紅的 就是會有很多朋友 拍我們的影片 然後上傳 對 因為我們通常都在西門町 街頭藝人 對 我們是西門町街頭藝人 你以前看過港媽的影片嗎 沒有 所以港媽 你真的是靠朋友出來的 我就在想說 對 我說我真的 我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是很同時的啊 港媽已經紅過了嗎 港媽紅過了嗎 已經是真的是過去了嗎 五年前 對 過去五年 他五年前很紅 B2 你幹嘛放五年前紅的人來啊 有這麼久嗎 有一支夏宴的MV 是你的代表作 那是多久以前 三年前 三年前 你怎麼放那三年前 紅過了兩天啊 網路紅人甘媽大叔無跡 表情不出才有靈 所以你早期紅的時候 走在路上也沒有人認識你嗎 有 所以當時播出 最盛況的時候是什麼盛況 就是他說那個記者 用他的那個來當作示範的影片 你說他在經典世紀已經講完了嗎 沒有 這種時候就已經開始重複了 對 你當時有紅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們這邊的人是號稱 像摩尼女孩是號稱 點閱超過五十萬人次的 很久沒有上去看 對 然後累積已經到百萬這樣子 有百萬的還滿厲害的啊 其實因為有一系列的 是自己去按的嗎 剛剛還有上三年 三年 三年 有件事比較誇張的是 夏天那支MV 在iPhone4s要上的時候 香港有一個記者 他要比較3s跟那個4 iPhone4的那個播放速度的時候 然後那個特派記者 他是用我的影片放YouTube 他這就是過氣藝人 在回憶當年的影片 想到處我也怎麼樣啊 要不要再聊一下去東南洋 所以我都來跟你聊 他就交給你聊 等下沒人知道 15年前我也當過軍中情人 我看 我還以為港媽是新人 結果這麼舊啊 反正這個風情 然後戴著面具這位是小紅 大家好 我是詹女小紅 你好 知名的網路作家宰女小紅 以男女關係私密話題 還有希娜的文章 在網路瞬間的竄紅 盡情更以一篇 男人為何不能坐著尿尿 引發網友的一份之論 她的新書是叫做空靈雞湯 是 我要送書 所以應該就是 這個書應該就是在諷刺 所有寫心靈雞湯的人 不是諷刺 是跟她之間 是 然後妳戴著面具聽說是 出道以來就一直戴著嗎 是 因為我當初 我當初是因為 我前男友幫我開了部落格 她一次是不想要跟我約會 所以她就說 妳很有才華 妳有空應該寫一寫文章 結果這個案發大概兩個禮拜 她就把我甩了 然後她隔天就交了新女朋友 所以我後來事後回想 她應該是不想要花時間跟我約會 所以就叫我做一件別的事 妳開部落格 把妳辦在電腦的前面 對 然後我本來沒有再寫 可是她因為她把我甩了以後 我就沒事做 然後都睡不著 我就開始在部落格上寫一些文章 然後有一些跟情商有關的事 然後就被找去寫專欄 然後專門寫罵錢男友的事 或者是一些下體保健的事 然後我就覺得 罵錢男友跟下體保健 是同樣一個類別嗎 是平行我都可以 就是這都是我的領域 所以我覺得有點丟臉 很怕親朋好友或同事知道 因為我還在上班 所以我當初就想說 如果要拍宣傳照 就戴著面具好了 所以妳可不可以背對著攝影機 給S看一下妳拿下面具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可以... 其實還滿...還滿好看的 對 是清秀的女生 謝謝主持人 可是妳光看她的臉 不會知道她下手這麼狠毒 最毒死人心 妳看得出來會被男朋友 然後用開部落格的方法 把她甩掉嗎 感覺應該是男朋友 會把她娶回家的吧 因為... 因為是可以融入正常生活的樣子 是啊 我是啊 所以陳其勳妳看過她本來的臉 對 我剛剛還滿熟的 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所以妳們最近應該有 最喜歡說哪一個明星的壞話吧 妳說好了 沒有啦 因為我們最近 因為都出書了 所以常常在看排行榜 那只要排行榜 在我們前面的是誰我們都罵 所以說平行是他人 在你們前面都是我朋友啊 真的嗎 所以妳們... 所以妳們是罵侯文勇嗎 關鍵 所以妳這樣應該也是很恨蔡康勇 因為她的書賣得也比妳們好啊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同期 如果說我們同期出 然後她每天都在我前面 我永遠都追不上她 我就會不免的想要出書 我出書還要避開她 好 競技喔 好棒喔 好棒喔 除了現場表演之外 也會提出他們當初走紅的證據 因為一開始我們就是要看一個 很久很久之前的影片 那個夏宴就是很久 應該一直在跳吧 畫面 因為有發霉的跡象對不對 好 我們先播港媽的前面座吧 夏天 葉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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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萋 人群要爭奪 陽散要爭奪 清涼的辛苦 爭爭奪 魚兒要爭奪 貝殼要爭奪 螃蟹的左手 卡 卡 卡 太害羞了吧 最後一段的畫質 好像真的有點模糊耶 很感傷耶 就是看起來很久沒有人 看這段影片的感覺 都一直累閣還什麼的 可是想當初 對 住你的背部的那個肌肉 還滿靈活的耶 對啊 所以你當... 你當年就是一個很愛露的人 我們去...在泳池 沒有 你在夜市穿著背心 也是露到側面完全露空的 那是我自己撿涼爽了 夏天大家出去玩 他這樣子展示是 希望大家都愛他嗎 還是... 沒有 我覺得他不是在做一些 什麼台灣的農業推廣嗎 沒有 他之前有吧... 真的嗎 你是水果大使嗎 不是耶 可是到我家真的也是種芒果的 但我不是水果大使 葡萄柚小姐 芒果喔 沒有... 就是去夜市 就剛好順著音樂一下就放了 然後音響就來 然後直接就拍 推廣芒果 沒有 芒果是我們家啊 不重要有沒有 所以你早期紅的時候 走在路上也沒有人認識你嗎 有啦 所以當時播出最盛況的時候 是什麼盛況 4S出的時候 不是 四出的時候 就是他說那個記者用他的那個 來當作示範的影片 沒有啦 最後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重複 後續就開始上通告啊 有沒有記者採訪你 或者是新聞台播出什麼 有...放上網路差不多第四天 就記者開始打電話來 就是說要採訪 可是...對 請問你今天跟邱怡辰 要表演的是什麼 你知道我們共同的東西 就只有蔡里 我們等一下目光焦點 應該放在你身上 還是邱怡辰身上 我覺得你如果還是很在乎 點閱率這個東西的話 你等一下在服裝上面 你要拚 因為不然你這段表演完之後 抗戚的觀眾 最後都在討論他的表現 你就要終身背負著 過氣藝人的這個名字 過氣網路很認真 港媽 我就看你自己啦 好 趕快跟隨時要燒牌囉 來 加油吧 好 趕快跟隨時要燒牌囉 來 加油吧 還有你嚷嚷 就嚷嚷 Yeah 說不得愛你 只是嚷嚷 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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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說再見 就說再見 Yeah 千萬別流連 你自我催眠 她是藝術家 你給她散談 去遍地背叛 她不是反顧 也不是默奈 她的模特兒 覺得她從來不至少 啊 面對你自裝 What What 對你卻亂來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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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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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只想曾經看 多把迷惘回合 你是藝術家 你全心創作而愛無價 Wake up 別再做自身家 你其實沒有那麼愛藏 愛是每次女生的玩 誰都應該被窮愛溫傘 Go Yeah Go Yeah 那種美男人為那次單身 我愛有這些文化 我愛你 已是藝術家 我愛你 我愛你 我們都可以 偶然 是你的根本 妳怎麼行 來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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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兩位舞者 怎麼辦 邱玉辰模仿得好到位 對啊 因為他眼神就是 怎麼會這麼到位 他當中有很多細節 對 而且因為他有點... 有點豐滿 所以他 還另外帶了一種 就是經過人事髒放的感覺 而且他有一段那個甩頭的那個 你有沒有看到他這邊還這樣 頭一定過去 然後肉還在趕快... 肉就在慢慢地... 就是有一種 看到當年的Diva發胖以後 還在努力表演的那一種 可是他的眼神... 對 眼神絲毫沒有要鬆掉耶 是 這個表演很有趣 而且港媽完全就被他當成 是舞者一樣的對待 對啊 你剛剛完全就是變成他的Dancer 你知道嗎 這樣嗎 你還歡迎他出場耶 還歡迎他出場 沒有啊 你不是替他跳開場舞 然後讓他出場嗎 對... 什麼東西 好啦 你跳得很用力 可是你好像有故意把你風騷 那一面剪掉 因為你剛剛跳的就是 專業舞者的程度 你並沒有在裡面 加一些你個人特色 剛好這次就是跳比較硬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別支舞 你可以跳得比較風騷嗎 都可以啊 隨便都... 因為我覺得邱宇辰隨便一比 都是會勝過你耶 妳這支舞敢跟邱宇辰一起跳嗎 妳就即興發揮 妳陪他一下好了好不好 來... 來囉 好厲害喔 我來囉 我都敢說 不是 再表演下去 他可能會當作毆打小孩 對啊 因為他已經生氣了 他想要把他打開 有啦 趕快這支很厲害 OK 邱宇晨錄影現場中華外 小微一直調侃 妳是要每一年都推出新作嗎 就是萬一蔡依林 接下來就不發片的話 妳就沒有東西要表演嗎 應該還是會模仿韓國 韓國風格 她好像之前也表演過 她模仿一些西方的女星的那個舞步 她已經耳朵了 祝你身體健康 對 誰已經不好看 她已經這樣 妳找到妳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魔電女孩最近點閱率高的這一支MV 是認真拍攝的 不是要搞笑對不對 是認真 我們拍的時候沒有覺得好笑 然後被網友覺得疑惑的地方是什麼 是她的歌詞跟那些編曲上面的問題 所以歌詞被認為是含有特殊的含義 是不是 對 在副歌的部分 歌詞本就會知道是一天一天 那個day是D.A.Y. 英文的day 就變成一天一天蹦蹦 然後蹦蹦我們是想說 女生看到男生喜歡她 就會心跳蹦蹦的感覺 然後一天一天就會更喜歡 就更跳了 所以宅女小紅聽到就是完全是性暗示 是不是 是啊 一得一得 很... 你怎麼會講 你們那個歌本來是說一天一天 然後結果唱出來以後 網友就會覺得這個很情色 對 因為一些音響幾乎是一樣 我們舞蹈也滿情色的 其實舞蹈我們剛開始真的沒有... 沒有絕對 想要做什麼 我剛剛做什麼 有這個嗎 對 我們那個舞蹈是這樣跳 所以你們就是在走這個路線吧 沒有 所以你們那個舞蹈動作是 因為這首順風老師編的 是順風老師編的舞 真的嗎 我覺得我知道這首老師編的 就是有點害了順風老師 因為其實順風老師 也不知道這個意思 然後他當初也是因為 就是心跳蹦蹦的感覺 他覺得用胸口比較不容易 張順風好像是一個很矜持的人 對 就是比較不容易表達 所以他想說在手上面蹦蹦 讓大家比較有記憶點 看得比較清楚 還是這是他們誤會張順風了 張順風其實就 他搞不好獨守空歸很久 他也想要 因為他如果聽那些歌詞 應該就會走這個路線才對吧 會不會全世界只有他們四個 不知道什麼 我們的製作老師是陳子宏老師 是陳子宏製作的嗎 對 都是正規團隊耶 對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能 節奏沒有找到好 所以你們是一個認真的團啊 很認真 對啊 因為專業的音樂老師 專業的舞蹈老師 陳子宏是很認真的人 還說陳子宏 也是想要開一些色情歌 然後我們會更好 你們這個團是這次 有網友就是在上面說 就說我們是不是得罪了聖峰老師 聖峰老師惡搞我們才編了張舞 但其實聖峰老師是很有 很用心的在為我們編排這支舞 所以Niko妳說 你們在北京錄這個音的時候 這個歌詞對你們來講 就是一個中英文夾雜的一個歌詞 你們不知道它的發音 會有這個效果 那個陳子宏老師 還很認真的在給我們 示範啊 就是要 這樣 我都覺得很正合 陳子宏用他專業的方式 再唱這一句歌詞 所以陳子宏自己唱完之後 沒有笑場嗎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支影片 是使你們受到注意的重要原因 對 主要是這個蹦蹦MV 然後大家的反應 都出於你們的意外就是 對 明天張聖峰會不會發記者 就是聲明他 記者其實有打電話去問聖峰老師 聖峰老師應該覺得 我們害了他吧 好 我們把這支影片 播出來給大家看 一對一對蹦 一對一對蹦蹦 聽著節奏蹦 我的心跳開始蹦蹦 跟著我的舞步一起怕蹦 一對一對蹦 一對一對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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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音樂蹦 一對一對一對蹦蹦 三個半夜跳舞跳樓上蹦 一對一對蹦蹦 這個歌詞是誰做的 據我們所知是一個美國的花橋 19歲而已的男生 詞曲都是他一個人創作的 沒有時候沒有麥克風就還OK 對 除了這首歌之外 其他歌也都有特殊的意義嗎 我們另外 第二波主打歌是為了你 這首歌比較爭議的是 因為我們是翻唱Tierra的歌 對 然後可能就有網友覺得 是抄襲或是什麼 可是是有花錢參加 你們有買版權的 對 有買版權的 所以你們是有經紀人的嘛 對不對 Yes 陳揭勳也有經紀人了 對 可是經紀人要替妳做什麼 我不知道 妳就問她 罵她 因為妳要開始認真的 上談話節目是不是 沒有 其實主要是談 比如說出書那些 妳能夠為妳的經紀人 帶來什麼 收入 應該是滿少的吧 我覺得她應該是抱著一種那個 做善事的心態這樣 版稅應該就是要分給經紀人吧 出書的版稅會分吧 對... 那還好 可是有人...這書賣得怎麼樣 聽說還可以吧 還不錯 有超越宅女小紅嗎 我剛發啊 我才發一個禮拜耶 妳如果比她領先 她就不跟你做朋友 她就要罵妳啊 是 所以陳其勳贏妳妳也要恨她嗎 我覺得... 我覺得照這欄本看 恐怕小紅都會贏耶 小紅都好像比較貼近生活 因為陳其勳的書裡在教妳說 妳去買衣服前應該做哪些事 A 你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像樣 B 你要打開衣櫃 看看妳有什麼跟沒有什麼 這張... 這書人當然會買嗎 因為我是還滿愛看它的專欄 可是照妳剛才唸的那一段的話 妳是認真要給大家一本 生活上買衣服的工具書嗎 沒有 那只是那一段 然後其他我有講到 比如說遇到親戚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對 大家不覺得遇到親戚 是件人生會滿困難的一件事嗎 你說該怎麼跟他們聊天 這類的 所以你是有交戰守則嗎 我是希望有人出這本書 所以我才自己寫 所以如果遇到遠房 親戚要跟他聊什麼 沒有 我都玩手機 那你真的拿去教學 大家都會啊 有人很討厭朋友的老公 那個老公總而言之 就是一個失敗者的大集合 甚至還拜託自己的太太 去幫自己借錢 45歲的中年男人講話還用耳語 叫人家幫他買呵呵帶痴痴 所以這種文章就比較有趣嘛 對不對 就是攻擊別人的文章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結束 他應該會想要寫一篇專欄罵妳 這麼容易介紹他的書 以為自己多會寫啊 你這麼容易介紹他的書的內容耶 如果要送書 還有兩個人送不到 謝謝... 小孩子反正很喜歡看的話 應該就會用得上 那漢典就... 漢典他不懂字啊 我可以請我媽唸給我 妳知道嗎 這樣媽媽很累耶 要做那個茶葉蛋 也要唸書 所有的生活都在張羅里的事情 今天如果這一集上完之後回去 就不要管妳寫作的方向的話 妳第一個想跟人家罵的是在場的誰 不是說罵吧 應該是我會跟我朋友講出 我今天看到那個邱小弟跳舞 就是有一種 就是看到難得一見的景象那種感覺 對 邱小弟很精彩 所以會分享那個 就覺得很精彩的部分 因為她的氣勢確實是有一種 老江湖跟新藝人的綜合體耶 我有點難以想像 她繼續長大會怎麼樣呢 邱小弟 你是要... 妳是要每一年都推出新作嗎 就是萬一蔡依林 接下來就不發片的話 妳就沒有東西要表演嗎 應該還是會模仿韓國... Gana style 好厲害喔 她好像之前也表演過 她模仿一些西方的女星的那個舞步嘛 是不是 西方 對 西方 外國的大明星你也學對不對 對 她已經耳背了 助你身體健康 對 協力進步好不好 加油 等你 魔典女孩性感熱舞 噶媽意外中間 是 魔典女孩今天要表演的是什麼 我們要表演我們的那首受正義的歌 為了你 OK 好 歡迎你們 讓我讓他們演出 來 讓我變成人 來 讓你一組 愛上你 愛上你 甜甜蜜蜜蜜蜜在一起 SR LONG HE 然後關係天性照顧你 N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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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表演者跟作家們真的不一樣 就表演者們就會跟著打拍子 作家他們認真評投論 對 就是小紅一直在指 讓他們背後說 因為我是希望 如果他們有活動的話 宅男粉絲可以站後台 因為後台會一直看到他們的屁股 對 所以妳剛才在跟... 因為他們的他們很認真的 他的那個安全褲有亮片 所以這代表是可以露出來的 是非常認真的 因為他每一跳必露 所以就乾脆露個比較好看一點的 以前是全黑的安全褲就不太好看 對 可是你們的粉絲就很明顯都是男生嗎 你們還沒有跟粉絲 有 我剛剛趕媽一來就跟我們說 我會唱你們的歌耶 就直接自己就開始唱 趕媽只是為了自己表演而已 她沒有去任何人的粉絲 而且她也不算是男生粉絲 這女生 就被女生喜歡我們更開心 是 所以你們還沒有直接跟粉絲 幹嘛生氣 你們還沒有跟粉絲直接面對面是不是 都還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從內地回來 然後才沒有幾天而已 然後可能過幾天也要飛內地 在台灣的時間非常的短 所以都還沒有遇到 我覺得他們比起來好像已經比那個 哈士奇他們的運氣好很多了 因為哈士奇聽說你本來是街頭表演 對 主要都是在機 一個人 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台設備 然後去街頭表演 妳的設備是哪裡來的 自己買的 就是小時候存的押稅錢 一共花掉多少錢 兩萬塊吧 加起來到約二十公斤 就自己扛去表演 然後你是念Rap而已 對... 聽說你有求街頭的那些 就是別人辦完簽唱會之後 然後就PA大哥那種拆舞台的 他們還正在拆的時候我就說 我就拿我的CD說 可以讓我表演一下嗎 待會兒我陪你們一起拆 幫忙 他們就說OK 沒有問題 你說羅志祥如果在西門町 辦一個簽唱會 然後 他們結束完之後 結束之後人群都已經散去 對 但我想在舞台上表演 我就把CD給那個 可是底下沒有人啊 但是我表演也許就會有人看啊 然後我就把CD給那個PA大哥 我說那讓我表演一下 我帶我陪你們一起幫忙 好不好 幫你們拆台 對...他說OK啊 沒問題 我就上去唱一首歌 他們人那麼好 對 他們OK啊 那有一些殘留的粉絲 會幫你尖叫一下嗎 什麼叫殘留的粉絲 就是可能會有被... 沒有被雨水沖走的 對 就會有路過的人看一下 這樣 然後 有嗎 有 會啊... 所以你只要站到台上 發出聲音就會有人看 對 但是大約一分鐘 他們就走掉 所以大哥 你的演出沒有留下他們啊 但是之後 慢慢的我就會了解到說 要如何把路 你們兩個要閒聊好不好 你們兩個要閒聊好不好 你們兩個要閒聊 你們兩個要閒聊嗎 你們兩個要閒聊嗎 你們兩個要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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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都只能MASM 很少見到面 OK 就聊瑣事嗎 剛才 沒有在聊他們的事情嗎 他剛剛說 他剛剛說他很勵志 然後因為我出勵志 我想全場不是應該我最勵志嗎 怎麼隨便一個人的故事 她的故事很勵志 對 所以我們兩個剛剛在身分期 有人比你還厲害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很勵志 他去跟陌生人拜託人家 把舞台留給他耶 然後上去唱 一分鐘人就走掉了 我有很勵志的故事 我有一次參加那個簽書會 然後是14點到16點 結果我14點15就簽完了 因為沒有什麼人 然後我就會在現場 就是念念書啊 或者是講一些話啊 都還是沒有辦法吸引人潮 然後在一個台中的那個簽書會 在書店 書店裡 然後我們就自己把那個背板 改成14點到14點半 然後我們就走了 這故事不要很勵志 這沒有勵志的意思 沒有勵志的意思是說 你要去別的作家的簽書會 說招牌線不要拆 然後說讓我辦一個 五分鐘的簽書會 因為妳這是悲傷不是勵志 原來我搞錯勵志的意思 對 他們比較勵志 他們有被這件事打倒 所以算是勵志 對 我還是繼續出書 妳現在簽書會可以辦多久 現在啊 大概 社長說兩個小時 那麼厲害 沒有 因為我們一個小時有做談會 我們用人數來算好 大概有多少粉絲會來簽 有多少 有到五百人嗎 沒有耶 兩百而已啦 兩百都嫌多 他說他有那個辦活動 說抽到獎的人 可以跟小洪一起划龍船 是 結果都有人來評價 對 因為有一年 我不知道發了什麼風 然後就想說 好想要划龍舟喔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報名了龍舟隊 就是台北市的龍舟隊 然後端午節說去划 然後後來我把這段故事 寫在第二本書裡 那我們第二本書 出書的時間 剛好又是端午節前後 然後出版社就想說 那我們就辦一個活動 就是只要妳預購 妳就有機會抽中跟我一起划龍舟 所以我們就辦了龍舟隊 結果 而且這個活動叫 因為... 因為顯然沒有人想要划龍舟 然後最後呢 有的人抽到還留言跟我說 小洪怎麼辦 我被抽中了耶 我被怎麼辦 然後最後沒有一個人來領獎 然後最後因為我跟彎彎 同一個出版社 連彎彎都下去划了 因為沒有人 所以最後妳還是划了龍舟 對 沒錯 所以妳其實對妳的讀者 心存懷疑 就是說他們到底是不是妳的支持者 對不對 他們應該因為划龍舟的關係吧 對 如果妳一起喝咖啡 妳可能會願意來啊 運動一下 哈士奇 妳那時候在台上唱歌的時候 底下的路人的反應是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表演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人理我的 然後因為我在西門町表演 到現在大概七年了吧 就是從沒有人到有人 然後現在去表演的時候 就人就很多很多 所以現在如果把妳跟趕媽 放到西門町街頭的話 誰會比較多人看 舞蹈一定他的張力會比較大 舞蹈搭配Rap的張力更大 對... 來跟人家合作是不是 可是哈士奇 你如果後來就已經可以 一個人獨當一面 你幹嘛跟阿布要綁在一起 因為他後臉皮來找我啊 有那麼誇張 所以你們原來是陌生人 原本是陌生人 然後那時候我才高一 對 你高一就去跟他搭訕 我現在也才大一 你現在才大一 對 我18歲而已 妳15歲而已 長得好急喔 來 我以為他賣商場 已經賣了10年 阿布18 那邱宜晨你幾歲 11 邱宜晨也才11耶 對啊 我為什麼以為他已經是 青少年了 因為他已經出道滿久的 他出道太久了 OK 所以邱宜晨 你在學校的生活還好嗎 生活是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同學都會比較低調 都不會... 上歌的時候都不會問我說 你昨天上電視 可是同學還會希望 你現場表演嗎 要跳舞的時候他們會叫 老師會叫我們教他 網路紅人阿布哈士奇 秀才藝 曉未曾笑得樂開懷 好有種喔 歌詞內容也非常激勵人心啊 我最後有四個字 大大的劇院 對 是你哪一根 我還在拍廣告 那一段很感人啊 可惜了 好 來 歡迎上台囉 Claire 掃 他們都說我胡說八道 他們說什麼我不知道 想到說話 你可能要買 蔡康勇的說話知道 這是景星惡蛇 我依舊都唱著的喜幸 我今天來到這裡 真的感覺不錯 小C真的超級漂亮 讓我沒有隨便亂說 要是想要說什麼跳舞 流真想要跟他比這個時報太沉 真的有你懂的 讓我開始把速度慢慢放慢 我怕我唱太快 電視機前面朋友會聽不懂 那你說這樣不嗨 我把速度開始加快 他們說我真的太快 他們說我真的一樣的唱得好壞 他們沒有辦法變別的好壞 我繼續的都站在這裡唱著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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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到底誰比較漂亮 OK喔 真的小S比植物 NOYO的志琳阿姨更漂亮 你知道這樣好壞 我到底在說什麼 I don't know Yeah 阿布 你說 你說康勇可不可能會Beat Boss OK吧 來 蔡康勇Beat Boss 好厲害喔 好有準喔 歌詞內容也非常激勵人心啊 我真的要有四個字大大的取悅 對 可是我不想唱 因為志琳阿姨真的是 我還在猜拱洞 我們可以不要重複這件事 那一段很感人啊 可是 我覺得我們小看阿布 阿布很厲害 謝謝 你18歲竟然可以做到這樣 國二就開始在練Beat Boss 你怎麼發現這件事 因為就是那時候在看國外的影片 他就亂看 就亂練 然後就慢慢的弄小聲搓就會了 很厲害 最近台灣有個Echo很厲害 你有覺得他超越你很多嗎 我會很多怪聲音 對 所以你敢跟他當場比賽嗎 他一直很期望 沒有 因為我跟Echo是認識的 對 我不是朋友 對 是認識的了 對 不過你比他年輕好多 當然能力上面我就不知道 他們專業是誰比較厲害 剛剛他開口的時候我有嚇到 好大聲 他事情很有種 因為跟阿布一起表演 很容易被壓過去 對 因為我的特別是 freestyle 即興的啦 剛剛那一段全部都是即興的 很厲害 對 我可以更即興 算了 我覺得會逼死他事情 真的嗎 不會... 會 你可以隨便出個題目 他就可以即興你 他就叫丞翰臉去吃大便 對 我說丞翰臉 不要這樣 不要亂講觀眾 是啊 剛剛那個已經很好了 真的 剛剛那已經很好了 哈士奇 請問在西門町街頭 表演的時候 現在台灣路過的人 是會給錢的嗎 會 他們 但是你要跟他們就是 你要感動到他們 所以你收錢的道具是 一個很小很小的盒子 那他們都知道放在那裡 他們會知道放在那裡 但是那個盒子永遠裝不滿 那個盒子很小 很容易被裝滿 但是他永遠裝不滿 因為他快被裝滿 只會把它收起來再放回去 我們之前有一次就是 我們表演了三個小時 我以為是說他那個底部 已經在地上打一個洞子嗎 直接碰到他銀行戰部去 對 我們之前有一次表演三個小時 然後就只有80塊 80塊要兩個人分嗎 小彭妳輸了耶 他們真的比較勵志 是喔 沒有 其實我書裡 有很多非常勵志的文章 沒有 妳就一直罵前男友而已 然後妳現在發展得很順利啊 錢也是賺得還不錯吧 還OK啊 有發展新戀情了吧 有 那很好啊 那現任男友沒有值得罵的嗎 要分開才會罵啊 你知道 所以會忍不住還是把現任男友 跟現任男友比較嗎 我覺得人都會默默在心中這樣想吧 但不會講出來啦 可是現任男友會不會一直說 妳會不會寫我壞話 擔心這件事 他不會 可是我想他普遍也覺得我很丟臉 因為他都沒有跟他的同事和爸媽 講我的真實身分 他們都有我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妳戴面具是對的 因為真的就維持這個身分就好了 不要有一天忍不住摘上來 認識的人都還是知道 因為還滿明顯的 小紅說他最痛苦的就是 他跟王陽明合照的時候 還是得戴著這個鼻子 可是在拍照前 妳可以先是真面目啊 可是如果我跟藝人合照 旁邊一定有人側拍 但我不能讓我沒有戴鼻子的相片 流出失眠 所以妳是懊惱 因為妳如果沒戴面具王陽明 可能會愛上妳是不是 是 倒是有可能啊 因為其實我一直有出版卷的 張君寧沒名 妳是出版界的張君寧嗎 真的很多人都這樣說 妳是說戴著面具的時候嗎 真的很多人都說我戴著面具 謝謝你們 祝你們成功 謝謝你們 謝謝